至於關於俄國跟烏克蘭的問題 應該這樣說 大戰的前景是不確定的 但小規模的摩擦大概不能避免 各方的目的應該就是說 希望說能夠拉高將來的談判籌碼 但對台灣來說 我們得密切的注視烏克蘭局勢 因為那地方不要以為離我們這麼遠 其實跟我們是息息相關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關於印太戰略的部分 美國現在是剛剛推出來 大概還是新鮮熱騰騰的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但是美國的方向已經非常清楚了 然後很多地方很具體 我們台灣要看就是 把這份東西仔細看懂之後 然後看看哪些地方我們能夠用力 我再強調說台灣這個看美國的角度 不是說當美國走狗 而是如何伐交 就如何善用國際形式 國際上與我有利的形式跟國家 來促進台灣的 乃至促進中華民國利益 這是我們要關切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中共 批藍裡面有暗讀或什麼等等 這是中共分化的手法 請各位去看看我介紹那幾本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從剛才桑律師也點出來了 他攻擊這兩個人的核心的因素 是因為這兩個人跑去美國 代表了國民黨裡面 跟美國比較親近的力量 這是他非常害怕的 他非常希望台灣裡面有一次 強而有力的力量 能夠切割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尤其希望說國民黨變成這個角色 現在國民黨裡面有人想通了 說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接穿中共陰謀 現在中共要扣帽子了 好 所以這是這個第二點 所以朱立倫前陣子才公開說 國民黨永遠親美 那親美也不用了 就是好好友善然後善用吧 伐交嘛 還是這個觀念嘛 所以台灣要警惕 這個中共對台灣現在的看法就是 核中是可以的 但親美是不行的 對不對 這是他現在的立場 所以現在很多人有意無意的 在網路上或在手機上傳一些說 美國就對台灣怎樣怎樣 很多人看來覺得很高興 覺得說民主大力聲張 不是 這是中共用來分化台美關係的最重要一段 所以你想清楚之後 不要再往外傳 你要看懂 中共希望就是台灣自我孤立 方便我將來來侵略 大家得把這個問題想清楚 是 桑保律師 今天講到這個烏克蘭的危機 沒有解除 那我認為這個事情如果處置得宜 應該不會引發新的戰爭 但這個密切關注 鐵鏈女的事情跟國外的事情在對照 你也知道中國的民眾 現在越來越看得到 自己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鐵鏈女 這個帶著考聊去起舞 這個是大家要好好去反省的一點 更重要的是 中共的本質一定要看清楚 因為對於什麼親美河路 或怎麼樣的一個說法 那個蔣川就中共超限戰 統戰分化用仇恨 來代替對人的善意跟愛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希望國民黨的人都不能夠去 就是以台獨作為第一個反對對像 你頭號敵人是中共 而且就是用中共的書語是 人民內部矛盾是藍綠之爭 敵我矛盾就是紅色跟台灣之爭 我希望說大家都能夠搞清楚 這個最根本的一個分別 如果這個人都搞不清楚的話 書就擺唸 人就亡作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想清楚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 請訂閱